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观众网友大家好 我是大V金 欢迎分享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还是继续讲一下填充 有关眼睛和嘴的一个填充 首先我们还是打开上去我们用的这个文档 完了之后呢 有网友这边反馈 就是说可以把这张图片的话 给他在预览窗口中给他放大一下 那么他可以做一个视频的截图 就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那这个方法的话挺好 因为我这边想到我自己这个目前做的视频的话呢 他的一个解析度达到一个2k 也就是1920这样子一个 19201080这样的一个解析度 那么这张图片呢 他本身只有600多的一个解析度 所以说这边他直接截图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拿去用了更方便了 我把这个发带给他关掉 眼睛给他关掉 那么他就呈现这张图片了 那么他可以做一个截图 好 那么完了之后呢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讲一下 有关眼睛和嘴的一个填充 眼睛和嘴的一个填充 我们先创建一个文档 好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绘制图形 然后我们画一个圆 然后我们选择一下那个椭圆 然后我们按住键盘上的Shift键 然后我们画一个圆 然后我们来画一个圆 然后呢就是键盘上面按一下Ctrl C 然后Ctrl V 我们复制一下 完了之后我们按住键盘上的这个 这个Alt键 然后我们把键盘的键盘的对准 那个左上角有一个控制截笔 我们给他的尺寸给他调整一下 然后呢你可以 可以往往下拉一下 箭头可以往下拉一下 然后我们给他调整一下 它可以往左往右 就是往左往右进行一个尺寸大小的一个调整 往左往右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Ctrl C Ctrl E 同样的一个操作 我们再进行一个 我们再画一个小一点的圆 那么现在的话 它呈现一个空间的一个状态 是三个圆在那里 那么我这边做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进行一个圆环的一个颜色填充 圆环的颜色填充 然后中间这个圆我们给他空间 然后外面两圆圆我们给他填充一下不同的颜色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做一个演示 等一下回到这个眼睛 面部临摹的眼睛填充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先选择 我们先选择选择节点工具 然后我们点击 最里面这个小的圆的这个线条 然后我们再点击相对外面外围的这个圆 它的一个线条 按住Shift键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呢 我们按一下键盘上U 去创建筑形工具 然后我们选择一下样式面板 然后我们选择一下样式面板 这边的话呢 我们选择色版 色版我们选择一下默认的状态 那么然后我们选择一下颜色 我们随便选一个颜色 然后呢 我们按一下回色键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颜色填充 那就是一个蓝色的一个圆环 好 那么然后完了之后 我们回到这个选择节点工具 然后我们再点击外围外围的这个外围的这个线条 没有关系啊 我们先我们现在是那个创建工具 我们先选择一下那个选择节点工具 然后外围这个线条 然后我们再点最外围的这个圆 同样的操作我们按一下有 我们另外再选一个颜色 比如说像选择一个红色 按一下回色键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圆环 一个圆环 那么中间的这个圆是空心的 它是一个透明的 完了之后呢 外围的一个圆环呢 它是一个蓝色 再外围是一个红色 好 那么这是一个操作 那么等一下我们眼睛就是以这个方式去进行操作 嘴也是可以按到这个方式进行操作 那么这以这种方式进行一个颜色填充的话呢 它可以避免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以不使用到遮罩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对眼和嘴进行一个颜色填充 你就可以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绘制跟填充 它是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眼给它删掉以后 我们关闭这个文端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面部里面 回到面部里面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脸部 好这边的话呢有三个色块啊 这边这边来讲一下就是删除图层啊 删除删除那个删除那个图形 它这边的话呢 我们之前讲到就是说我几乎是不太用啊 但它有一个特殊的用处的特殊的使用场景 那就是说当你在同一个图层里面啊 你有很多的那个图层 那么图形它都已经填充了颜色的情况下 那么你如果使用这个选择图形 选择图形 那么你进行一一的一个删除 可以操作啊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工具的话 在这种场景下面它是可以使用的 相对来讲比那个 选择图形工具要来的更方便一些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还是再来我们再来重复操作一遍啊 因为刚才我们是已经有选择那个 选择色啊 那个色板通常情况下 它是以默认的方式进行呈现 现在我们在那个样式面板下面啊 样式面板下面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它是有一个高级设置啊 这边也有勾选 如果你勾选一下的话呢 它是可以给它给这个面板进行一个扩展的啊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以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色板啊 色板样式面板 我们到时候还会有讲到 后面会有讲到啊 样式我们会专门做一个视频 好那么这边我们先看一下色块啊 色板 色板的话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往下拉 我们看到像最下面有个自定义图像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选择这张图片啊 卡卡拉跟苏卡的一个以上图片 我们打开 好那么这边有个缩略图啊 虽然窗口这边的话呢 它可以有一个缩镜啊 所谓缩镜呢 就是你把这个比如说类似于像样式 这个你给它勾选的情况下 就是说目前它这个面板 它是镶嵌在这个界面里面的啊 如果你给它反勾选的 你整个样式面板 你就可以给它以 以悬浮窗口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呈现啊 那它可以自由移动 但是我使用过这个方式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小的缩略图的 它仍然是没有办法进行放大缩小的 那这个的话可能我觉得是个问题啊 它如果说那样小的话 那你这个颜色选择上面 你也是相对来讲会稍微费力一点啊 没有关系 那我们现在先选择一下 位置图形 然后我们选择网格 好 那么网格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在中间给它拉一个网格 给它拉一个网格 好 那么按照这上一期节目中 我们有讲到的填充的方式呢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颜色的选取 然后进行一个填充 相当于就是选择一个色块啊 从那个样样品图片里面去选择一个色块 好 那么现在我们先选择就是卡拉 它的一个主要是一个就是头发啊 还有一个就是美的头 头发眉毛 还有眼眼睛里面那个瞳孔的一个颜色 还有就是说你的一个皮肤 它的一个颜色 好 那我们先选那个头发的颜色 头发颜色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吸管 我们点击一下吸管 然后我们选取这个头发的颜色 好 那么我们现在是选择那个节点工具 我们选择是最前面的四个点 好 我们选择最前面的四个点 然后我们按下油 再按下回车键 好 那么这边的一个颜色块 我们就已经创建了 好 那然后我们再来进去再选择一下 好 我们再选择一下下一个方款色块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 它的皮肤的颜色 皮肤的颜色 它这个皮肤的颜色 因为穿过比较小 皮肤的颜色 好 那我们按下油 然后再按下回车键 同样的我们再来选择一下眼睛的颜色 我们先框一点这个节点 好 那么眼睛的话呢 印象中应该是蓝色 我们就选择它衣服的颜色 是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按一下油 然后再按下回车键 好 那么这边总共是三个色块 主要是涉及到Katara 它的一个头发眉毛的颜色 然后皮肤的颜色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眼 瞳孔的一个颜色 瞳孔的一个颜色 好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就来填充一下 我们就来填充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是图 然后我们看一下 好 那个显示灵膜它这边给它关闭掉 如果说它是以显示灵膜的话 那是透明的 半透明度的话是进行呈现的 那么如果说你关闭了 它就是完全填充的一个 完全填充的一个 好 我们先使用这个选择节点工具 我们把这个头发 我们上面那两个小的 这两个小的应该是蓝色 法式它应该是蓝色的 好 我们选中这两个小的图形之后 我们按一下油 我们点击创建图形工具 创建图形工具 然后我们打开面部 因为刚才我们这个色块 是在面部上面进行创建的 我们打开面部了 以后呢 眼睛左边这个小眼睛给它打开之后 那么这个色块就呈现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选取的就是蓝色 那如果说你之前另外的一个操作 你选取的是其他颜色 那你这边吸管 你需要点击一下蓝色 好 点击一下蓝色 然后呢 我们点击一下蓝色之后 我们再点击那个发带这个 发带它现在选中的 这两个小的那个发式 那么我们按一下回车键 那么就可以填充这个颜色 好 我们按一下这个圆车键 就可以填充 好 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选取 就录在面部前面的部分 它的一个头发的颜色 我们给它填充一下 我们按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想要填充呢 就是这个也红 以那个小方格撞进去呈现的这个区域 它的这个颜色 好 那么我们再对一下颜色 因为这边样式面板上面 刚才我们是BUS 它是蓝色的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箭头给它点一下 然后我们点到这个 那个就是头发的这个颜色 那么它就变成咖啡色了 同样你按一下键盘上的L键也是可以的 你点一下这个咖啡状 然后再重新按回到U 然后再按一下回车键 那么这个颜色填充上去 那么就是那个和那个像对应的一个颜色 好 那么剩下的下面的半部分 我们也给它填充一下 也给它填充一下 这个颜色都是一样的对吧 好 那么我们关闭 然后前发我们看一下 前发的话呢 我们点击一下前发 现在我们看一下色块 它是咖啡色 就是跟你这个头发的颜色是一样的 我们按一下回车键 好 然后我们再点一下耳朵 耳朵的话呢 我们是以皮肤的颜色 那么我们吸管点一下皮肤的颜色 然后按一下回车键 好 那么耳朵的颜色 好了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就现在只剩下脸部了 我们先把后发给它填充掉 后发 后发的话呢 脸部还是要打开 因为色块是在脸部这个图层里面 好 那么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线条 之后我们创新一下 好 然后后发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 一样我们选择这个后发的咖啡色 我们按下回车 其实后面的头发 我们可以稍微给它颜色深一点 因为它毕竟是在后面 那么这边有一个清晨感 我可以这样子去创新 好 那么这个是后面的头发 我们给它关闭 然后脖子 脖子的话 我们就按照那个 我们就按照皮肤的颜色来进行界定 然后我们先选择皮肤的颜色 然后我们按一下油 再点击一下这个活子 然后我们按一下回车键 好 那么剩下的就是脸部了 脸部的话呢 我们这边来主动讲一下 有关于眼睛和那个的 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上一期节目中 我们有讲到 最先填充的这个颜色 它将会被安排在最底部 那么后面进行那个一填充的话 那么它会安排在上面 它有这样子一个顺序关系 上下的一个顺序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我先这样子跟大家讲 就是说这边有一个操作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操作 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我们可以去 那各位可以去借鉴一下 如果你已经在使用这种方法 那也是也是可以 那么如果说没有使用过的 那么可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点击这个面部轮廓 点击面部轮廓 完了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先选择一下 我们先选择一下增加节点工具 我们按一下A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脸部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节点 脸部的节点呢 我们点击一下之后 我们会看到一二三四五 总共是五个节点 完了之后呢 我们将下额 也就是在下额就是嘴的那边 嘴的两侧这两个节点 我们给它焊接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增加节点工具 然后我们拉一下 然后按一下回车键 我们给它焊接一下 焊接一下 焊接一下 那么就是把这个轮廓 它这个图形的话呢 我们给它 我们给它变成了 就是说一个是 给它变成两个图形 上面是焊接成两个图形 上面是这个就是说 上半部和下半部 那下半部呢 正好是就是说 遮盖了你嘴部的这一部分 那么完了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中间 就是在这条线 我们先选择这两个节点 然后我们拆分一下 我们先拆分一下 中间给它进加一个节点 这个位置在哪里 对付送料没有关系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先框选一下 这些所有的节点 那么这些内容的话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 已经介绍过了 然后我们按一下油 我们按一下油 那么这边是可以 创建一个图形 那么这个图形的颜色呢 我是把它并格成 就是一个内腔的一个颜色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自定义图像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选择就是 默认的这个状态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颜色 我们随便选一下 像口腔内部的话 它的一个颜色 选择一个深红色 好吧 然后我们按一下回车键 我们先填充一下这个颜色 然后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进行一个框选 将所有的节点 所有的节点进行一个框选 我现在使用的是那个创建工具 然后你选择这个节点之后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白色 进行一个灰色 我们点一下这个颜色 灰色 然后按下灰色键 那么完了之后 对我应该先填充那个白色 再填充那个红色 深红色的 那没有关系 我们调整一下 我们选择选择图形工具 点击一下这个颜色 然后按 按住shift键之后 按一下下键 好 那么红色就跑到这个脸部上面 那下面就是这部分颜色 也是它口香的颜色 那上面的话呢 可以说就是眼白的一个颜色 好 那么接下去呢 我们再进行一个操作 我们点击一下选择节点工具 好 那么完了之后呢 我们先点最外轮的 外轮的这个 就是脸部它轮廓的这个节点 好 完了之后呢 完了之后 我们来点击眼睛这个节点 我们选取眼睛的节点 选取眼睛的节点 选取眼睛的节点 还有这个节点 好 那么现在我们选取节点的状态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按下油 我们按下油 然后呢 我们来选择 我们来选择 这个是我们选择皮肤这个颜色 我们选择皮肤这个颜色 然后按下回车前 好 那么它呈现的是一个什么状态 就是说它底部的这个颜色 相当于眼白这个颜色 已经把你自动填充 然后口腔的颜色也把你自动填充 对吧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选择眉毛 鼻子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皮肤的颜色是一样的 你可以进行一个颜色填充 当然了你不进行颜色填充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本身是透明的 它只要进行一个描边颜色的填充就可以了 因为鼻子的颜色和脸部的颜色是一样的 都是属于皮肤这个颜色块的 好吧 那么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眉毛 眉毛的话我们先给它点一下 眉毛 眉毛我们先给它点一下 Shift键按住 然后我们眉毛的话呢 我们给它颜色安排成 头发的颜色一样 好 我们按一下回车前 好 那么现在的话 基本基础的一个 就脸部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填充 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剩下的话呢 就是我们还涉及到一个瞳孔 一个牙齿和一个舌头 对吧 那我们补充一下图形就可以了 我们补充一下图形就可以了 我们先点击这个脸部 然后呢我们选择一下 位置图形工具 然后我们给它 瞳孔给它画一下 圆 我们先关闭脸部 我们先把脸部 这个左边这个眼睛给它关掉 好 那么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位置图形 然后我们选择圆 我们来画一下 把那个瞳孔给它画一下 按住Shift键 我们可以画一个圆 按住Shift键 我们可以画一个圆 然后位置给它调整一下 如果说你这边需要调整一下它的那个 横向或者纵向它的一个 就是说那个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宽度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节点进行一个调整 那都是可以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这一点 进行一个调整 这边颜色给它再拉一下 好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在Ctrl-C,Ctrl-E之后 我们再画一下 它里面还有一个黑色的一个色块 就是你的这个 好 我们先简单的进行一个操作 我们暂时先简单的进行 我们按一下 按下G键 然后我们选择节点 将这两个圆显到之后 Ctrl-C,Ctrl-E 然后我们后次粘接过去 好 那么这边就两个颜色 色块这边的话就 就那个两个瞳孔就完成了 好 我们现在再来画一下牙齿 我们可以画一下 我们可以画一下那个舌头 舌头 舌头的话也可以随便画 没有关系 反正很多 大部分 大部分图形 在那个口腔里面 目前状态是一个 它是一个被遮盖的一个状态 这个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是舌头 然后我们再画一下牙齿 我们再来画一下牙齿 点击一下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曲率 然后旋转一下 旋转一下 那么这边两块的 现在我们这个牙齿和嘴还有 瞳孔这边创建完以后 我们打开脸部 打开脸部之后 我们对这个进行一个颜色填充 首先我们点击这个 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先点击这个 先回按摩在下面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外面这个圆 我们先进行一个颜色的填充 那么眼睛的话呢 我们是选择蓝色 我们先选择蓝色 我们先按一下L键 点一下这个蓝色 完了之后我们再切换回 这个按下EU进行一个创建 我们按下回车键 目前状态的话 我们都是没有没有进行一个勾选描边的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颜色填充 描边填充的话 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按一下 那么像中间这个小的话 我们就选择一下黑色就可以了 选择黑色就可以了 好 其实它这边边上可能还有一个白色 小的一个白色没有关系 这个话 我们今天 我们只是现在先展示讲一下 它的一个方法 那么大家可以到时候再去补充 补画一下 补填充一下 都是可以的 那么牙齿我们点击一下白色 好 那么这边舌头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我们选择一个红色 稍微红一点就可以 不要太红了 好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Q 就是选择图形的这个图形 选择图形这个工具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 瞳孔的话 我们把它安排到脸部的这个图层下面去 我们之前已经有讲过了 那么现在就不要按住Shift键 再按下键 因为它这样子会跑到最下面去 我们直接按那个方向键的下键 就可以多键 多按几下 多按几下 好 那么它这边就下去 这边也是一样按几下 好 那么牙齿也是一样我们按几下 然后舌头按几下 好 那么都跑到下面去 好 那么现在的话呢 也就是说整体上面来讲 就是说有关那个填充 面部的一个填充呢 我这边已经就差不多完成了 好 那么剩下的就是剩下那个有关描边的 就到时候我们再添加一下线条 那样子的话呢 看上去 就更加的一个深更加的写实更加生动了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是有关这两根发絮啊 因为我们之前的话呢 都是把这个 我们上一期节目中 我们把这个发絮安排到脸部这个图层里面去了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操作啊 那么可以把它这个前面面部前面和面部后面的这个问题 就是给大家解决了啊 那么这边的话呢 我暂时先讲一下 就是说 我们下一期节目呢 会讲到一个 图层合柄和一个图形焊接啊 到同一个图层里面进行一个图形焊接 我们会讲这个内容 那么这边的话呢 那个时候我们会讲到 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在同一个图层里面 进行一个上一期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么同样我们可以解决这个发带的这个问题 就是脸部前面跟脸部后面 我们怎么去操作啊 那么这个内容呢 我们在下期节目中再讲啊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有关那个颜色填充啊 呃 眼睛和嘴的一个颜色填充 那么我们这个内容的话 就暂时介绍到这边啊 呃 呃 呃 还是欢迎各位继续的一个分享 跟订阅我的一个频道啊 完了之后呢 下一期我们来讲一下 就是有关图形啊 的图 同一个图层里面的一个图形的焊接 和一个不同图层之间的一个 呃 呃 不同图层之间呃 不同图层进行一个和柄 就是像多个图层和柄成一个图层 这样子一个内容 好吧 那么呃 今天的话就暂时先讲到这边啊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